這題當然不外我們也是一樣 先從V開始 V的話長這樣 反正就是一個填資料 那當然你記事 如果你這樣填的字比較多 你就把它改成那個Test Area 就是大一點 那你可以打多一點的字 不過我發現現在有人好像都很懶 最好旁邊是可以有個下拉清單 那種選的 那更好 有個範本 因為有時候要打很多字 就不太適合 所以這個當然你可以自己去改一個 UI介面 那就是熟悉 前面我們的課程表單練習就是 要同學盡量去熟悉 這些表單元件 那那個GinWeaver裡面的好處就是 它上面有一些可以插入的功能 你就不用再重達了 這個是它的方便的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新增 按下新增 可以把資料給寫 我先刪除全部好了 新增 它會顯示新增成功 表示這一個 既是3已經寫上去了 然後我倒過來 321好了 3 2 然後1 把它寫進去 那新增按下去就完成了 所以大概會有 總共也是一個文字 欄位 加上三個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介面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第一個 請各位開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 上面是新增技師練習 底下的話呢 先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那個文字欄位 裡面的話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 插入一個文字欄位 文字欄位名稱的話呢 我們這邊 給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給一個 Test ID的話 我叫 TestData 這個地方 然後 TestData 那其他理論上應該 文字欄位裡面也加一下好了 這樣統一 OK 好 這邊的話呢 關鍵在這 TestData 所以將來名稱的話呢 取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新增 顯示所有 這個都是按鈕 所以我一樣 在這邊跟前面的做法一樣 我就不再贅述了 所以打一個新增 然後 名稱的話叫 BTN Insert 一個頸 那這邊就是 多加一個那個什麼 所謂的那個 就是 Data Load等於 Button 那下面是顯示所有 顯示所有的話 我名稱取叫 BTN Show 那一樣 然後這個要 BTN的 Drop 就刪除 那刪除的話是刪除 所有的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剛剛是 Remove Item 是一個項目 可是呢 刪除這邊的話 指的不是Remove Item 是Clear 把它全部清掉 所以第一個 介面部分 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部分 因為這個我想跟前面的 也類似 所以直接來看 首先第一個呢 我這邊我宣告幾個變數 包括第一個 我上面有宣告了一個 Data 預設值等於空的 Nur 或者你給它一個空字串也可以 你可以打一個Nur 或空字串 那一個MUM Lumber 然後也是 預設值給它空的 這個特別注意哦 我這邊宣告的是全域的哦 也就是底下 不論它是在哪一個方法 那它都可以存取 這一個 全域的 全域的變數哦 特別注意哦 宣告的位置 請特別注意哦 你如果 宣告的位置是在 方選裡面的話 那其他的方選 就無法存取 因為它是Local的 如果放在上面 那就全域的哦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 當那個 這個JQuery哦 被載入 Ready的時候哦 那我先做什麼 顯示 全部 那所謂顯示全部哦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全部顯示出來 那怎麼把全部顯示出來哦 基本上哦 我看一下裡面預設 如果說我直接啟動它的話 那裡面有沒有資料 誒有資料有沒有 預設就先顯示在這裡 那裡面我希望顯示出什麼 總共有幾筆 OK 然後呢 裡面的資料 Key 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它一個架構 類似像這樣 那我要怎麼去顯示出來 答案就在這裡 Function Data Show OK 那我要怎麼Show 特別注意哦 這裡面的話 總共有幾個比較重要 第一個哦 我顯示出來哦 我要怎麼顯示 它的資料 比 應該是比數哦 我這邊打錯了 應該是比 資料比數 OK 等於3 那其實呢 我的寫法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 資料比數 所以 Data 等於資料比 比數 等於 等於 後面呢 用什麼方式取得它總共有幾筆 特別注意哦 很簡單 前面有講過 有個屬性叫什麼 local storage 點 等於 有點像把local storage當成是一個陣列 有沒有 陣列裡面有點 Lex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抓過來了 OK 後面再加個BR BR就換行 再來的話 我要把底下所有在local storage裡面的東西 通通抓回 抓出來的話 要怎麼做 打一個回圈 for 小瓜糊有沒有 前面講過了 預設值從0開始 因為呢 它的位置 一定是從0開始 然後呢 到 當I小於 這個local storage的總共 總 因為0 1 2 3就不行 因為它是編號是012 總共3個嘛 3的話呢 就跳0 所以呢 我們一樣加加 做什麼呢 第一個一樣 宣告一個key 先取得什麼 取得它的key 特別是 key的話 抓到的話 也是抓什麼 抓前面的東西 它的key 去把它裡面的value給抓出來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抓出來的結果 就可以什麼 data 加等於 把它串接的意思 串接什麼呢 計事等於 所以這邊前面有個計事等於 後面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key 第幾個key 有沒有 把它 放到這裡面來 所以基本上呢 getItem 第幾個key 就把什麼key裡面的value給抓出來 計事 321 這個時候呢 就把資料全部都抓出來 顯示因為這個名稱叫relaut 所以就把這個div relaut 把裡面的資料給全部新增過 所以特別說 顯示所有資料 其實按下去也是 資訊這裡了 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哪一個 insert 新增 那怎麼新增 其實這個新增的方法 跟前面類似 只是差別就是在哪裡呢 我會有一個 計事 setItem 因為一樣會有 所謂的那個 有兩個 一個是key 一個value 那key的話就是前面的東西 計事 mum 因為後面 進來新增 我就把那個lumber加加 所以第一次一定是 比如說預設值 加加 一進來就是 從1開始 那所以這邊計事1 後面加上什麼呢 我填了這個東西 再來進來 第二次就變成加加 本來是1 就變2 變3 所以這個mum的角色就是 一個有點像技術器 一直往前加 ok 然後呢 再一直往裡面丟資料 ok 所以這個地方有個新增 然後顯示這個 剛剛講過了 刪除的話 我想很簡單 最重要是什麼呢 Clear就好了 有沒有 在這裡 刪除 有沒有 所有 db所有 只要怎麼樣呢 直接 local story 點 Clear 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把它刪除 我最後按一下它有沒有 那在哪裡呢 show reload 這邊會顯示什麼 資料以刪除 show reload 其實我是在這邊 多寫了一個這個 其實show reload 你不用那麼麻煩 沒關係 就是直接這邊用那個 找到reload裡面 HTML也可以啦 只是我這邊傳過來 把data丟過來之後 在這邊顯示啦 不過道理是一樣的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 就會顯示資料以刪除 ok 那所以你也可以練一下 1 新增 2 所以它新增成功 2 再新增 3 假設我新增3比的話 那你可以顯示出來有沒有 123 總共3比 那當然你也可以按F12 F12裡面 我剛剛講過local storage裡面 一樣可以在這裡面看到 即是123 即是123 有沒有 對照 就剛剛的那個結果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當然在雲端上面呢 我有放那個 最後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大概試一下 這個是完成的 畫面大概長這樣子 程式的話 今天的比較容易長 各位先試試看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因為這個程式比較長 我乾脆 等一下也會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 稍微好 等一下 然後 看一下 我 我 你 那個